电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 今日说法 疫情期间停业的网吧内 一夜之间上百台电脑被盗 就发现现场机制到处都被拆开了 电脑不是暴力拆开 门窗没有破坏痕迹 是比较熟练的人才用那种技术 网吧内监控设备被破坏 公共视频发现可疑身影 都是头戴压身包 然后穿运动装 身背双眼包 但是它的双眼包上面 有一个方向的条纹 网吧窃贼落网记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2020年2月24日上午8点钟 四川省大竹县公安局的警察 赶到了一起案件的现场 就在刚才 一个网吧的经营者报案称 他网吧里的电脑都被盗了 因为那个 今天时代都晓得这个疫情 所以我们这个行业也没有影响 这位网吧的经营者说 因为疫情 他的网吧不得不停止了对外经营 不过他还是会时不时过来看一下 检查一下网吧里各种设备的安全 开窗通通风 为疫情过后立即恢复经营做好准备 而当天一大早 当他打开门进来时 就发现网吧里不对劲 就发现那个现场啊 那个机制到处都被拆开了 然后啊 还有机房 还有那个吧台 全部都是乱七八糟的 然后仔细看了一会儿呢 就发现那个里面的 CPU 内存桥 那些东西啊 都被盗了 中共这些应该是 20来万年孙世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来关注今天的案件 今年在疫情发生后 为了防止病毒的传播 四川省大竹县这家网吧 暂停了经营活动 而此时又发生了盗窃案 这对经营者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那么这起盗窃案 是一个偶发案件 还是另有隐情呢 大竹县公安局的警察 通过现场勘查 确定这家网吧的 一百多台电脑中 价值最高的几个部件 都被盗走了 警察从案发现场的破坏痕迹推断 这起案件不像是一般的入室盗窃 所有被盗电脑的机箱等外部设备 都是完好的 没有任何被暴力损坏的痕迹 网吧内除了吧台 有被翻动的痕迹外 其他地方并不凌乱 可以推断 嫌疑人在作案时有条不紊 似乎早有准备 而且应该对电脑的硬件组成 比较了解 是比较苏联的人 才用这种技术 因为一般的人呢 他不懂那些电脑方面的知识 这个网吧位于一栋 临接商铺的二楼 房间的门也是完好无损 没有被暴力破坏的痕迹 疫情期间 所有的那些网吧娱乐场 都不允许开门 和那个嫌疑人 他又没有破坏 那个网吧大门的那个锁 这个人一个嫌疑人 他是那么紧急的 经过对现场的仔细勘查 警察很快就发现了 嫌疑人进入网吧的方式 那扇窗户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网吧的经营者回忆 可能是自己开窗通风的时候 忘记关上了 嫌疑人应该是发现网吧的窗户没有关好 于是从窗户爬了进去 实施盗窃的 警察随后在一个电脑的机箱上 发现了可疑的指纹 网吧内部的机箱 一个机箱口上面 发现了两枚指纹 然后我们就通知技术人员 对这个现场的指纹提取了 然后进入网吧内部全轨 人口里面进行一个比对 网吧的监控是好的吗 是好的 网吧掉下监控看 这个网吧里安装有视频摄像头 警方随即调取了事发前的资料 果然很快就发现了一个线索 前一天晚上10点48分左右 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出现在了网吧里 他是戴了口罩 他全是在网吧里面走了几圈 视频画面里的那个嫌疑人 应该是个年轻男子 他的装扮让人无法看到他的容貌 而且当他发现网吧里有视频系统后 就立即切断了电源 他就遇到网吧走了几圈之后 最后在那个机房那里将监控全部关闭了 然后在吧台房上面呢 我们调取了监控 发现监控被人为破坏了 说明这个人呢比较有经验 此时看着网吧里被盗的电脑 这位经营者非常着急 疫情期间无法经营 已经让他的生意陷入困境 这下子所有电脑又遭到重大破坏 对他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而警方推断 嫌疑人选择在疫情这个特殊时期 实施盗窃 应该是早有预谋的 大株县公安局的警察明白 这个特殊时期绝对不能让群众的利益遭到损害 他们决心尽快破案 帮网吧追回损失 不过目前网吧内没有更多的线索了 指纹比对也没有发现可疑的嫌疑人 对案件进行讨论分析后 警方决定搜集这家网吧周边的社会公共视频 看从中能否获得更多的线索 两天后通过对周边视频的仔细审看 警察果然有了新的发现 大约插阅了当天监控的倒退 大约八个小时左右 发现了从网吧出来的一个嫌疑人 跟网吧内我们调的那个监控的嫌疑对象比较温和 出来了 从现场出来了的嫌疑人 很像是 这个双肩包起了个单车 然后双肩包上面有反光调味 他们可能人的嫌疑人也有点紧了 很远了 凌晨五点钟的时候 那个嫌疑人将我们把东西 偷到的东西 装进他背包里面 背起背包 然后就从一个我们人 一个妈妈的那个火锅的路口那里出来 出来之后 他就一直存在我们人的一条大街 主街嘛 然后那边流传 那个男子戴着帽子 口罩 背着一个双肩包 警方推断 背道的电脑部件应该就在那个背包里 他离开网吧后 就找了一辆自行车 骑着车从背道网吧所在的街里出来 顺着大路开始骑行 几分钟后 一个骑车的男子又出现在附近的另一条街里 从他背包的反光条可以判断 这就是那个盗窃网吧的嫌疑人 都是头戴牙绳帽 然后穿运动装 身背双肩包 但是他的双肩包上面 有一种反光的条纹 我们沿途追着这个单车 一直追追近 追着这个监控追起 请不吝点赞 以前比较黑 今儿也是一期间 这个人都带来抠着 我们看不清楚 这还是这样的事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 在凌晨六点钟的时候 那个骑车的男子从一条大路上 突然停下 然后又拐 进了路边的一条巷子 熟悉当地环境的警察判断 那条巷子里 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下车了 下车了 也是 那路上是个飞气的 碗号 碗号碗碗 飞气的碗碗 嫌疑人一直骑单车 骑到大主线 另外一个已经飞气的碗碗 嫌疑人放弃自行车拐进小巷 废弃建筑物内发现可疑物品 有一个核碗的红牛馆 一个饮料馆 还有四碗面包的一个包装弹 一辆轿车接走嫌疑人 他是否还有同伙 网吧窃贼落网记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这个男子到那个废弃的网吧 干什么去了呢 难道他一直躲藏在那里吗 警方立即派侦察员 赶往那里查看 那个网吧的一楼锁着 警察随即上到二楼 这里还没有进行装修 在这里 警察很快就发现了一些可疑痕迹 我们的办案人员 到达那个飞气网吧后 发现飞气网吧那个楼上 有一个核碗的红牛馆 那个饮料馆吧 还有吃完面包的一个包装弹 警察推断 这个地方平时几乎没有人来 疫情期间更不可能有人在此处生活 这些东西很可能就是那个嫌疑人留下的 然后我们那边同时联系技术人员 对那个红牛馆 以及那个面包那个外包装进行提取 做DNA分析 嫌疑人为什么会在这里逗留了一阵子 他是在这里休息 还是另有打算呢 警方随即又调取了周边的社会公共视频 经过查看 发现那个嫌疑人在早上七点多的时候 走出了那条巷子 随即上了一辆汽车 警方立即追踪那辆车的行驶方向 发现他很快就上了高速公路 往临近的渠线去了 那么开车的人和嫌疑人是什么关系 难道他们是一伙的吗 那个嫌疑人会问会有可能跟那个车主 是人事或者是其他什么关系 随即警察通过车牌号码 查找到那辆汽车的相关信息和车主姓名 那位车主很配合警方的工作 警察很快就见到了他 他回忆说 自己确实在2月24日早上 送过一个年轻人 但是他们并不认识 警方调查后 也排除了这个司机的嫌疑 那他说话的口音 说话的口音是我们打住本地人吗 不是打住本地人 应该是曲线口音 应该是曲线口音 背了个书包嘛 背了个小垮包 那个小垮包带了个帽子嘛 据一个车主发现 在那个我们那儿主路上 一高速公路不愿 第一路上接到那个嫌疑人之后 就向那个嫌疑人送直到曲线 后续接一旦 好 我们都更进一步确定了 那个打住网吧北岛的那个嫌疑人是曲线人 警察推断 那个嫌疑人很可能就是曲线人 当时他作案后应该是回曲线的居住地了 而从他的作案手法来看 这个人很可能有类似的盗窃前科 警察随即对当地 有过此类前科猎迹的人员开始调查 并且通过此前提取的现场遗留物进行DNA比对 终于DNA数据库中比对出了一个男子 但是随后警方发现张某已经不在当地了 他会去哪里呢 大主警方立即向其他县市发出协查通报 很快就有消息反馈回来 张某的身份证信息出现在成都 他在那里一家宾馆开了一个房间 张某在宾馆的房间里被抓获 在现场警方搜出了很多电脑零部件 但是当警方核对这些脏零部件的数量和型号 与大竹线网吧被盗的电脑并不完全一样 刑疑人流传作案 被盗网吧不止一家 相称疫情期间盗窃获利 公安机关必将坚决打击 网吧窃贼落网记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为什么警方查获的脏雾 于大竹线那家网吧被盗的电脑部件对不上呢 警察继续审讯嫌疑人张某 但是他不愿意交代这些东西的来源 而此时大竹警方得到消息 在今年的二月份 也是在疫情发生期间 临近的渠县也曾经发生过两起网吧被盗案件 那么大竹线的网吧被盗案 与那两起案件之间是否有联系呢 警方立即赶到渠县 找到了一个被盗网吧的经营者 说起被盗的是这位经营者说 当时他发现网吧被盗了也非常吃惊 这家网吧当时被盗的也是电脑内存条 CPU和显卡 而且被盗的电脑都没有被暴力拆开的痕迹 嫌疑人应该是很懂得电脑的构造 和各部分零件的价值 这位经营者回忆说 当时他发现网吧的窗户完全敞开着 这家网吧的损失也很大 通过对曲线两家网吧被盗情况的调查 警方发现 这两起盗窃案的手法 跟大竹线网吧盗窃案的手法一模一样 嫌疑人都是从窗户爬进去 然后切断网吧内的监控 随后拆开电脑机箱 盗走价值高的零部件 疫情期间停业已经让商家遭受了不小的损失 价值又被盗 让经营者们心急如焚 发现是切割 我将决定是学商家窗 心天霹雳的这种感觉 这个事情我们其实都没有抱多大的希望 因为是疫情期间 我们觉得可能也不方便出案 把案子在 所以我就觉得肯定已经失去信心了 难道这两起案件也是张某所为吗 警方更加大了对张某的审讯力度 于是我们继续对张某进行了突击审讯 在长达十个小时的突击审讯中 经过法律的宣传 然后张某最终他就说了 张某最终交代 他不止盗窃了大竹线的那家网吧 那个网吧 可以盗窃CPU 显卡这种行为 一共有好多期 分别是哪里 一共六七 第一期 大中式曲线 第二期 也是大中式曲线 第三期 大中式打击线 第十期 三期生安康式 第五期 十三生曲线 第六期 十三生安康式 这个张某完 都是属于流传中案 还是跨身中案 切过三细 切过我们四川的 蓝虫跟水灵等的网吧 也盗窃了网吧里的CPU电脑 它的盗窃手法 都跟之前在盗窃我们大竹线 以及曲线的一个盗窃手法是一样 用专业工具 打开那个主机箱 电脑主机箱 盗窃然后在盗窃里面的 电脑的CPU等 领部件 警方随即赶到了张某位于曲线的那个住处 查获了更多的被盗电脑零部件 那么张某是怎么想到去网吧盗窃电脑零部件的呢 他怎么对电脑硬件这么熟悉呢 那你当时之后有了个想法 是因为自己从事过 就是说是威胁过电脑 还是从事过电脑行业 还是他们的 我之前从事过 电脑维修管理 对电脑的硬件设备 价格分别就分两点 分两点 原来疫情发生后 张某注意到很多网吧都停业了 平时网吧都是空着的 凭着对电脑硬件的了解 他想到了趁疫情期间盗窃网吧内的电脑 把值钱的零部件转外出去 从中获利 于是他事先在几个自己熟悉的县市内 寻找网吧 进行踩点 四机实施盗窃 那台床铺 是台西 或是网吧 把床铺还进去 然后拆掉了 监控和电源 大概用了六个小时的时间 作案和东西 就这样 张某在短短一个多月内流窜作案 疯狂盗窃六家网吧 作案时 张某还特意准备了衣服 帽子 口罩 背包等伪装自己 想以此来躲避视频监控 方便逃脱 盗窃得手后 他在网上把盗窃的部分电脑零不减 低价卖掉 获得了一部分赃还 不过 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还没来得及把这些赃物全部卖掉 就被大主警方抓获了 你那个行为 为什么 就是说 你不是说在疑心期间吗 因为我自己去看到 是文官员的 所以说就有这种伤害 我们公关机关 在这个贴数事情 一个是中式放异 一个是对于现实干净的打击 两个手都没转 都很重视 高度重视 及时地把这些赃物 给追回来的 还放弯给所有人 那么也是为父公父产的 从什么两个了解 当然我们也更重要的是 给这个犯罪分子 一个进行 在这个贴数时期 只要你身受 我们必定将你做 让他顺势一方 随即 大主警方将追回的电脑零部件 还给了被盗的网吧 经营者们纷纷表示 感谢公安机关在疫情期间的工作 及时追回了北道的财物 让他们能够尽快 复工复产 他们确实办案 我觉得很用心 真正地为人民办事实 为我们老百姓 保家富汗 感谢你们 疫情期间 血液上加商 然后发生了一些情况 说实话 这也是太感动了 这就是我们移民 应该做的 疫情期间 使线下的商业 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而我们要做的 就是团结一心 共同抗疫 共度难关 减少损失 积极地复工复产 那些想借疫情 动歪脑筋 发不易之财的不法分子 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否则 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 好 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 其他内容 再见